介绍一下自己 主持人好 我的名字叫何博 来说一下为什么到我们完美告白的舞台来 那天是2月15号 我第一次去酒吧 其实我就想去酒吧放松一下 我进酒吧 第一眼就看到一个女孩 她穿着白色的上衣 黑色的牛仔裤 进去之后就发现她感觉非常的悲伤 看到她以后我的信息全在她的身上 酒吧歌手唱了一首歌叫《听海》 然后她就哭泣了 然后我那个时候已经上去跟她讲话了 我就问她为什么 然后她说她被男朋友劈腿了 我只是说我今天心情不好就过来喝喝酒 然后我们就聊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什么电影啊美食啊音乐之类的 你们俩误诉中场之后后面发生了什么 然后我们就是聊天聊到两点多 她可能也喝多了 她就跟我回家了 她跟你回家了 对 第二天早上她走的 走了之后我就是 一天工作都没有精神 就一直在想她嘛 直到那个是2月22号那天 我说能不能出来见一面 她同意了 然后我们那天去吃了西餐 看了电影 然后就像正常的情侣一样 就是聊聊天 然后我们就那天晚上她又跟我回去了 那是2月22号那天以后 我在微信里面跟她透露 我说我觉得我对她很有感觉 我是很喜欢她 我希望就是我们能够长久发展下去 我发完这个微信之后 她电话微信就再也不回了 可能她觉得我是那种没有责任感的男人 或者她害怕受伤吧 还有这样的情侣 实际上